你这么注重武器不保养啊 你平时都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啊 哎呦 我跟你讲 这可是大品牌啊 价格比过往的便宜很多呢 是吗 价格那么便宜 那你敢保证它是真品吗 肯定是真的呀 这是我二姨家的朋友的闺蜜 好不容易帮我买来的 肯定是真的 是吗 那你看过产品的标签吗 产品标签能看出什么呀 通过产品标签呀 能看得出来这个产品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是吗 那你帮我看看 这个产品啊 还是很便宜的 所以我多少也是还是有些担心 嗯 你看一下啊 这个产品呢 它没有时要接被案的编号 可能不是正品哦 至少不是通过正规的途径来进口的 是吗 出了问题的话可能没有保障 哦 这样吗 我看看 哎呦 还真的是啊 哎呀 不会真是假的吧 下次可不敢投便宜了 大家好 我是Arene 大家好 我是Yana 除了法律允许可以裸装的产品 产品都会有这样的意外包装 产品的标签呢 通常是包装上的这几个 用于识别产品的名称 质量数量属于方法和信息的页面 别看它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产品标签 但是它要遵守的法律非常之多 主要包括法律方面有产品质量法 食品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法等 另外 根据产品的类别不同 除了要遵守前述的法律 还要遵守部门规章 比如化妆品要遵守 化妆品标签管理规定 食品要遵守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农产品需遵守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除了上述法规外 还有关于产品标签的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等等文件 我的工作需要接触的 相关产品的检测 审批 备案 入关的工作 但没有想到 背后有这么多的法律文件 那么我想问一下 有的产品是进口的 有的是国产的 法律法规对产品标签的规定 会不会不同呢 好 下面我们就通过 产品的生产地和进口方式不同 来看看不同的产品标签上 有哪些内容吧 我手里的这款产品呢 是爱多美的美日水润量铺面膜 是爱多美中国委托 江苏科马美报生产的 根据产品质量法 第27条的要求 产品的标签上 1. 需要有产品质量主页合格的证明 2. 需要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和厂纸 3. 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 可以标明产品的规格 等级 所含的主要成分和含量 和需要让消费者 事先知晓的其他事业 4. 产品的生产日期 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5. 使用不到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 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应当有警示标准 或者中文的警示说明 除此之外 因为这款产品是化妆品 还需要遵守化妆品标签管理规定的 第13条 化妆品标识应当标明企业所执行的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号 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号 和第14条 化妆品的标识应当标注 生产许可证的编号 那我想问一下李安娜 这些编号又有什么含义呢 以前的说的一个是化妆品执行编号 执行的如果是国家标准 那么编号是以国标的PE 首字母 JB开头的 如果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那么是以JB-T开头的 企业标准是以大写字Q开头的 行业标准的编号 要看产品所属的类点进行编号 另外一个是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是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向生产化妆品企业颁发的许可证 为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不得从事化妆品生产 明白了 哎 李安娜 我注意到了 这个产品的包装上 还会有个生产编号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生产企业内部的编号 是我们内部知数产品 产地生产时间 生产批次 入户及初步的相关兮兮的一种方法 特别是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排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及时解决 嗯 明白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进口产品 海润 我想先问一下 进口产品是依据 进口国家的法律生产和包装的 那么中国的法律法规 是不是不能适用于进口产品的标识呢 不是的 产品质量法第36条规定了 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识 应当符合文法第27条的规定 因此进口产品的标识 应当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 明白了 所以销售进口的产品要求 都要有中文的标签 不仅如此 经正规和法律进口 并且经海关监督管理的产品 都会获得入境货物检验检的证明 是的 进口产品在获得入境货物检验检验证明后 方能在国内销售 爱多米中国销售的产品 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 和入境货物检验检验证明 所以质量有保障 那同样的 在进口产品的标签上 是如何体现产品是通过合法合计进口 并且允许销售的呢 其实你前面已经说过了 不管是进口产品还是国产产品 都要适用产品质量化对标签的规定 除此之外 标签的内容 样式 字体等 都要符合中国相关文件的规定 对于进口的保健食品 进口化妆品等产品 还要求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被按 例如我手里这盘爱多名卸招手 它上面有一个国庄网费禁字号的备案编号 大家明白了吗 利用李安娜给我们讲的办法 赶快来看一下你购买的产品 是不是正规的吧 特别要提醒大家 和国内产品一样 进口产品的标签 也受中国法律反规的管辖 标签损坏 标签印刷不清楚 标签错误 和没有中文标签的产品 千万不要买 是的 现在有些人会在网上找一些所谓的代购 都买没有中文标签的产品 这些产品是完全没有进口保障的 国内的销售方也不会对这些代购产品 扯担任何质量保证责任 请大阳 额部门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跨境的产品 前面不是说了吗 没有中文标签的产品 不要买 那么跨境的产品是没有中文标签的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是的 其实啊 换个角度看就不矛盾了 跨境的产品是仅限于个人消费 不能转售的 没错吧 是的 既然跨境的产品不能在市面流通 那么又从何谈起去市面上购买 没有中文标签的产品呢 哦 明白了 因为跨境产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 不可以二次销售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出售跨境电商产品 或者有人自称在正规的渠道上购买的 千万不要相信 是的 跨境电商是为了方便国内的消费者 买到国外优秀产品的一种特殊进口方式 因为跨境的产品是中国代理销售的国外产品 所以不需要有中文标签 不过这不代表跨境产品完全不需要审核 那就让里安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 跨境产品也是需要盘观进行审核的 包括产品的成分用途制作工艺流程 规格型号等都需要经过海关形式审核后方可进口 那如果我想购买正规的爱东美的跨境产品 要如何购买呢 爱东美跨境产品唯一购买渠道是爱东美的官方网上商城 目前在售的跨境产品有爱东美欢丽饮 爱东美红圣袋 爱东美炼黄素 爱东美鱼油蟑螂 以及爱斯洛特系列产品 如果你看到没有中文标签的产品 并且不是上付这一种产品 请一定不要购买 还有跨境产品的购买人 下端有收件人 必须是一致且失明的 不然是无法通过海关审核的 再次强调跨境跌商的产品 紧线自由不能转售 好了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